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与凤行收官两周后 林更新首次提及赵丽颖拒绝合体任务 是否避嫌很明显 要知道在与凤行收官后 林更新热度飞升 除了加盟全新综艺10天后回归现实外 还受到了黄磊的邀请 参与盒子里的猫的录制 与正台 陈和等人合体 而在此之前被提问 会推荐哪位圈内好友来时 林更新故意避开了赵丽颖的名字 而说了赵优廷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导演提这个问题 应该就是想要参与风行的热度 但是林更新偏偏不说 也是非常倔强的 而节目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后续采访环节 直接贴脸开大 直接提问林更新为什么 不推荐赵丽颖来参加盒子里的猫 势必要得到正面回答 林更新听到问题后 直言之所以没有推荐赵丽颖 是因为之前和其一起录制与风行团宗时 每次只要一熄灯 赵丽颖就会躲她身后 她问为什么 赵丽颖还会用剧中台词打发她 其实林更新是在暗示 赵丽颖其实胆子也小 总是躲自己身后 所以才没有推荐她 而当导演再次追问 如果赵丽颖也来录制 最想和她一起玩什么剧本时 林更新直言最想玩分开的剧本 让赵丽颖自己去做任务 不得不说 明知道赵丽颖胆子小 却还是想要与其分开 林更新避嫌的意味有多明显不言而喻 丽颖曝光前后态度截然不同 最后 想比很多明星有女友 还和其他异性炒CP 林更新在与凤行播出时大方营业 在恋情曝光后与赵丽颖保持距离 其实也是非常有担当的表现吧 也希望大家在磕CP时分清角色和真人 切莫搞混了